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三个 有正确的 以及有大的举办 还有些人发生了小的举办 首先我们讲正确的认识 谁如果相信 他们归信 他们归信 阿拉所规定的原因 才是真正的原因 阿拉给我们规定了一些事物发生的原因 有这个教法上的原因 还有一些我们所感知上的原因 一个人感到肚子痛 他来到了药店 拿了药 然后吃了药 他认为这个药是他的治病的原因 治愈者是阿拉 正确吗 正确 因为这个药是我们病治好了 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 或者一个人因为肚子疼 而念了古兰经的开端章 这正确吗 这也正确 因为他因为自己的病症 而向阿拉祈祷 是正确的 这就是正确的认识的原因 正确的认识 有教法规定的 也就是 比如我们念 还有 就是我们感知的 比如我们吃药 但是我们要知道 阿拉是治愈者 第二个方面 有些人他放置了一些东西 放在门上了 屋里了 车里了 或者身上了 比如 在头上放一些 放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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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的形象 或者 鱼的 或者一些 眼睛 或者手的形象 或者放一些 这个 铁物的东西 放到 这个 车里的 车里面 或者 就像 古老的 一些方式 写上一些 东西 放上一些 东西 比如 就像 海里的 一些 好像是 海里的 一些 或者放一些 石头 比如 就像 海里 还放置 海里的 涂上一些 海里的 盐 为什么要放置 这些东西呢 他们认为 放置 某些 这些东西 或写上 也 自己放置 一些东西 可以抵挡 毒眼 这些行为 都是 小的 举办 因为 阿拉 没有 把这些事物 作为 那种结果的原因 一旦一个人 把一个原因 归结到 不是 这个问题的原因 那都是 小的 举办 比如 悬挂一些 吉强物 就像前面 我说 这样的 当然 如果你认为 这种 所谓的 吉强物 它能够 真正的 使你受益 或受伤 它是 根本的原因 那么 就是 大的举办 那 还有一些人 他们 放置一些 吉强物 以便来 抵挡 抵挡 这个 精灵 现在我们 已经 把 这个 分成 三个部分 给大家 讲解 正确的 而认识 那是 他的 相信 一个问题的 原因 这种原因 是 安拉所 规定的原因 是 这个 法学上 规定的原因 以及 在这个 教法上 规定的原因 以及 在感知上 规定的原因 如果 一个人 把 一个 事物的原因 这个 搞错了 把 不是 阿拉所 规定的原因 规介于原因 那么 就发生了 小的举办 如果 把 这种 错误的原因 又 这个 认为 这种 错误的原因 是 使你受益 受伤 或受伤害的 那么 就会发生 大的举办 所以我们 不要 我们要 警惕 这种 宣挂 吉祥物 等等的 这种 行为 我们 祈求 伟大的安拉 保护我们 不要发生 这种 错误的 事情